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要再次宣稱 我們現在不知道 再次強調 不知道大法官會怎麼判 不要再任之作戰 是我們都預知 只是如果未來大法官宣告違憲 我可以先預判 黃國昌一定會開始帶一個風向 是他認為大法官是不公正 因為黃國昌不可能輸 如果黃國昌輸 一定是不公正的裁判 才判他輸 這個是他一路走來的敘事邏輯 他的英雄故事 就是如此 所以這也難怪 他現在走到哪裡 都要變成直播間 因為也唯有他的直播間的觀眾 會接受他這一套故事 如果他走出直播間來 大家只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你都不好好的 針對人家問你的問題做回答 那黃國昌 說實在的 他昨天也是讓我們學到很多 他已經教了所有行政院的官員 以後遇到他質詢要怎麼辦 以後遇到他質詢 就很不滿意 可以這樣的嗎 可以這樣了嗎 行政官員只要回答說 包括國昌委員 其實你問的問題 我都已經回答了 只是你不滿意 我的答案 記得 要這樣子講 好 來 阿苗我要請教 就是剛剛講到說 黃國昌是活在直播裡的男人 那你其實直播也開得滿多的 吳針直播也開得滿多 可是我覺得厲害的是 憲法法庭是一個樣 然後我那時候是非常的溫柔 善意要跟憲法法庭講說 What's going on 可是回到自己的直播間 不得了了 什麼Y7扭8的字他都講得出來 那他還講了一個東西 他說台灣叫做超級總統制 是嗎 我們是超級總統制嗎 我怎麼不知道 超級總統制 我們不是常常在罵總統嗎 然後說行政院長 根本是總統的小弟 說總統在總統府搞三個委員會 這個有沒有法律授權 立法委員監督得到 這麼龐大的行政機關嗎 沒有正常國家的 這個國會擁有 這樣一個調查權 所以沒有調查權 是不正常的國會嗎 這個邏輯說法是通的嗎 我跟桂雅借一下那個手板 來 我跟吳徵會開直播 因為我們都瞻仰黃國昌委員的身影 透過直播來跟大家溝通 不過我覺得 實際上人生不能只有直播 對不對 像我們在議會問政 處理事情的時候 也不能夠把自己當成一個直播主 因為畢竟直播主要的是流量 但是看場合來做事 黃國昌他在憲法法庭上 就是沒有看場合來做事 他還是把那個憲法法庭 當成他個人的直播間對不對 做了一個投影片上面寫競選的時候 攻擊民進黨的標語什麼綠能你不能 然後三句話不離民進黨 其實這一些 在法庭上基本上是沒用的 很明顯的例子高鴻安 他貪污的案子對不對 對 在法院門口組成啦啦隊 在法院上慷慨誠實 這個司法對我迫害 故意的 這個別的人都這樣幹 怎麼綠能你不能 整個大堆 假告出來七年四個月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針對法官的問題 去做回答 包括剛才貴雅講館長的反應 其實完全透露出來 黃國昌直播的觀眾 其實可以以館長做一個代表 你觀察的館長就等於同時觀察了三萬人 這個很好的一個標本 那這個館長的反應很明顯 就是奇怪了 我們國昌老師幫大家上法律課 那你們大法官插什麼嘴 可以這樣插嘴的 大法官一直插嘴國昌老師對不對 是 國昌老師在幫大法官上法律課 你們這些大法官竟然不太假 還敢插嘴 所以才會出來這個館長所講的那一段 他的整個邏輯是這樣 所以來 為什麼黃國昌憲法法庭之後 自己直播爆氣開噴 因為他必須要在直播間裡面 維持國昌老師的人設 老師永遠不會錯 大家只要光是上學的時候 以前小時候上學沒有 不好意思啦 很多人都在講說黃國昌 看來有博士 中研院助理研究員 這個 苗布艾你是什麼 你怎麼敢質疑他 抱歉 因為我從小讀書 就是那種比較叛逆的 我是那種會挑戰老師 考卷上答案的學生 有時候我覺得考卷上的答案 參考書的標準答案不對 我就會跟老師變 有時候這個 他變到最後老師送分這樣子 我是這樣的學生 所以當我看到國昌老師 這種老師的時候 我就會很忍不住 我覺得說 好像不是這樣 像是有一些老師是這樣子 當他自己遭遇質疑的時候 他會東拉西扯 扯一些別的 來 像譬如說 他對於憲法法庭上的表現 他直接寫 申請方訴訟代理人 都是為了在老闆前面求表現 扯什麼 扯政治 他不去跟理論說 在法律上的交鋒 到底是怎麼樣 他直接扯政治 接下來 台灣超級總統制 行政院長次 總統小弟 講半天 國昌老師你講得很好 你有意見 你為什麼不提修憲 你為什麼不提修憲 然後還有這個 他說 五八五號解釋二十年來都沒有立法 為什麼不立法 過去二十年立法院都在吃 吃會晤嗎 不好意思 有NCC在管 不能像他一樣在直播裡面大放厥詞 我就請問一件事情 四字五八五號叫你要訂國會調查權 事實 但是四字五八五號有沒有說 國會調查權有邊界 也是事實 在法庭上 法官問你的是說 請問你的邊界在哪裡 你立法有沒有踩到這個邊界的紅線 結果你一直在講 沒有我可以我可以 那是完全不同題目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因為很簡單 他現在要的是政治 他要的已經不是法律 未來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要再次宣稱 我們現在不知道 再次強調 不知道大法會怎麼辦 不要再認知作戰 是我們都預知 只是如果未來大法官宣告違憲 我可以先預判 黃國昌一定會開始帶一個風向是他認為大法官是不公正 因為黃國昌不可能輸 如果黃國昌輸一定是不公正的裁判才判他輸 這個是他一路走來的敘事邏輯 他的英雄故事就是如此 那所以這也難怪他現在走到哪裡都要變成直播間 因為也唯有他的直播間的觀眾會接受他這一套故事 如果他走出直播間來 大家只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你都不好好的針對人家問你的問題做回答呢 那黃國昌說實在的 他昨天也是讓我們學到很多 他已經教了所有行政院的官員 以後遇到他質詢要怎麼辦 以後遇到他質詢一個屁配叫 就很不滿意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了嗎 行政官員只要回答說 報告國昌委員 其實你問的問題 我都已經回答了 是你不滿意我的答案 記得要這樣子講 因為館長不喜歡大法官插嘴 對不對 可是國昌就是在質詢的時候 最愛插嘴官員的 所以反過來說 官員只要拿出像黃國昌一樣的態度 我想應該也可以說服館長 好 阿苗剛剛講到說什麼 他們常常會質疑說 不然你哪裡一間學校遇上不得 然後又要念哪邊的 我們這是康乃爾法學博士 不好意思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民眾黨不要嘴黃昭元大法官 人家哈佛的 哈佛法學博士 你竟然敢做這個圖卡嘴 哈佛的排名比康乃爾還前面 是不是 對不對 民眾黨自己撐回去 不要在這邊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兒竟然敢做這個圖卡 平安